每次都21份 來 21份的一份拿出來 一份一件 一份拿出來吃 不是 不是 因為我也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啊自己 那你一生當中 你能做幾次有意義的事呢 那時候店長呢聽 曾缺龍他親自在搬菜了什麼的 所以我看到了我說 你作為一個店總 你怎麼再親自搬菜 他說人沒有啊 所以我回家跟我老婆說 怎麼樣我們到大龍發去做資源轉 我每天呢出車大概十幾趟 基本上大概20趟左右吧 有我們黃啟波科長下單 派單給我 我裝貨到小區 每天就這樣來回的跑 我運輸這物資 全部我自己掏油費 不管什麼費用全是自己掏的 有一次晚上我去送兩天奶粉 那個業主呢 那個小孩的媽媽 小孩子已經三四天沒奶粉喝了 求助我們店長 說全奶粉什麼的 所以我店長派單給我 我去到小區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晚上呢 他那個地址呢寫得也沒這麼詳細 所以我打電話給他 問在什麼地方 我到什麼地方 那時候他哭出來了 有時候有點語無人次的 就是說不清也說不清弟子 還有孤獨老人 家裡沒子女的 有隔壁的鄰居啊 通過居委聯繫我們 要物資什麼的 因為我們這裡孤獨老人很多 還有小孩很多 天天奶粉這裡送出去的 要大概他們自提的要十五十趟 我配送呢大概十幾趟左右 這個算是最少的人 假如說的話 我要爬兩趟三趟 能不能坐呢 輔家師呢 包括你後面呢 都全堆滿了 不過晚上回去也不怎麼感覺累 感覺這今天很充實 大多數小區 我只要我送過去的物資 他們都很 就是有一種 他們說的話 感覺我回答不來 就是一直在感謝 一直有時候呢 有些哽咽的時候 我回答不來 我說不用謝的 因為我已經把物資 你們自己照顧好自己就可以了 他們還一直叫我 外面注意防腐啦什麼的 基本上每個小區都盯住我的 有時候我送到十二點 小區的業主叫居尾 幫我們流兩盒飯 甚至水啊 有的們拿煙啊什麼的都有 就是啊 給我們防腐服務 口罩 全有 我兩個孩子 一個十三歲了 一個二十一歲 我女兒呢 跟我性格一樣 樂於助人的 我女兒跟起來 爸我跟你一塊去 我說你不覺得 你還要上網課 你待家裡吧 我來去吧 因為超市這個配送物資啊 超市裡面的員工 是最後一套防線 因為我怕他們感染了 進去了 等會這超市癱瘓了 那我們這裡的小區呢 老百姓都苦 所以我說你們不要送 你們在裡面安安歇歇 把博物配好 我來去送 我是大樂法配送的 我現在已經躲了啊 對啊對啊對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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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門可以的啊 我碰到小區的居民呢 他們問我現在什麼情況啊 我說你們放心 現在已經政府在積極響應了 我說你們放心 而且你們也一百個放心 所以物資不會全 我跟他們這樣說 那我回到店裡呢 也跟我們王岐坡客棧說 我說 小區裡現在 他們擔心你們要感染了什麼的 怕擔心物資沒有啊 他王岐坡客棧跟我說 你放心 你跟他們說 他說我感染後面有人會頂上的 所以我跟他們也是 跟居民啊什麼都也這樣說的 所以現在居民沒有心理負擔著他們 我一過去啊 就大樓翻來了 大樓翻了 我老婆是湖北的嘛 他經歷過兩次 等於我也經歷過兩次 所以我知道 是怎樣做一種心情 所以我願意過來 能在這高風險地區 走來走去 跑來跑去送貨 就是因為那時候很多人 也幫助我們 那我現在回報 我也要回報 太多了 了解 太多了 好